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菩若舍颂》 《菩若舍颂》里面今天讲的课盘当中 应该第一个吧思维持生法的功德 应该讲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律说》和《广说》里面应该现在是广说 讲《菩若的功德》里面讲到广说 广说分四个方面 一个是思维伯若的功德传讲薄若的功德 还入定以后修行的功德 然后这样的功德也应该观察如幻如梦 分这么四个层次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思维持法之功德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如心碍然之认识与女约会为于彼 一日尽其心思念 菩萨能得彼殊戒 那么这个偈颂的内容主要讲 我们发了新的菩萨思维波罗波罗蜜多的空性意义 有非常大的功德 还有我们去研究般若 探索般若或者观察 衡量 以及经常观修等等 凡是心里面进行对他思说的话 他的功德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道理其实在《光般若》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般若》里面也讲了 对于波罗波罗蜜多的甚深处 如果有些人想顺地或者思维 衡量 观察等等 还有入于波罗波罗蜜多的甚深境界 那即使一日当中这样行事 一天你去观修 一天你去思索 一天你去在一日当中的功德非常大 而怎么样大呢下面《光般若》里面 有大对善现的一些教言来说明 我们讲义的下面也引用了原文的大般若 方便的时候希望你们好好地看一下 里面用这个比喻来相信说明 那么我们颂词当中简单地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就像世间的一个生贪心的也就是说心碍然的 具有贪爱 染污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对他的女朋友生起极大的贪欲之心 或者说欢喜之心一旦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进行约会 约会以后这个难得一直在那边等着 女的以种种原因没有来没有来的话 第二天难得他可能特别地伤心 因为对他的执著不一般的这样以后 他可能一方面天天都是想念他 特别想他 还有他可能担心为什么他破莱啊 他死了 他是不是被绑架了 他是不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啊等等 他一天都是可能现在好像有打电话就可以了 可能在城市里面不用伤心吧 就是在电话里面开始批评他就可以 但是以前的话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一直一天当中都是特别地失恋他 失恋的时间应该说是相当多的 本来世间的凡夫人 男女之间的轻语思续极其严重 以前那个银光大师他也是说过 他说 佛念如亲念成佛有余 如果我们天天都是观想佛的思念 像世间人贪执自己的亲人那样 如果那么多的话 本来世间的很多凡夫人早就已经成佛了 因此有些年轻人因为相续当中有一定的烦恼 有了烦恼的话经常都是想着他的亲人 在显现上以前六十大来他也是经常贪执他的朋友 他的很多情歌里面有时候说他住在僧人的行列当中 该想的本尊的面容从来都是不展现在眼前 然后不应该想着亲人的面目时时都是映现在自己的心中 等等他就经常用一般世间人的一种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情谊 这都是应该在众人面前实现一种形象而已 但实际上作为凡夫人的确也是有很大的执著 那么他一天多少刹那当中失恋他肯定是无边无数的 这些每一个比如说一个人他的女朋友没有得到的时候 那么第二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可能他无数的 几百万的思索已经想过他的 就是刹那间当中想过他的 但是这每一个刹那作为一个大戒 这些大戒当中的这些功德和善法全部都是 刚才思索波罗波罗蜜多的人的相续当中获得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应该想一想 这是世间的一个情人的情感来作一个比喻 我们一般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发了菩提心的人 对空心法门有信心的人一天观修空心 一天观修空心的这个功德是什么样呢 意思就是说千百万劫当中所修的善法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善法全部都集聚在 比如说我是一个菩萨我在五百个戒业当中 所修的善法我今天一天都能可以集聚的 因此思维空心的功德的确是在我们世间当中超越一切的 就超越一切的不要认为现在我学一点般若法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千万不能这么想 我们这里有些人听受般若有些人开始传讲 有些自己私下开始进行思维的话 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有些人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有一次我都是遇到过一些出家人 他们怎么说的呢说现在在社会上 尤其是西方国家特别推敲的有些好的书 这些书远远超过我们净书 远远超过我们净书我特别惊讶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看了这些书以后对自己的对治烦恼方面 起到特别作用 我当时当然我作为一个凡夫人不高兴也无所谓的 但是显得很不高兴我说已经超过无数还对治你的烦恼 你相续当中是生了邪见的有问题的 后来我说是什么书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两本西方的人写的 后来台湾和香港 新加坡等有些智者翻译出来的 翻译出来以后我基本上利用短短的时间全部都翻译了 翻译以后表面上看好像确实是特别吸引人的 就跟我们的分别念很相合的 有一本书里面说整个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四句话来说的 他这四句话怎么说的呢 请原谅我 对不起 我爱你 怎么说的 有四句其实这个在国际上还有在世间上还是比较出名的 很多人现在佛教徒都认为这个说得很好的 什么生活要有包容性要有这样的话 比我们这个福祖都还要殊胜也有这样说的 还有现在很多人外面说是1012的一个电影吧 哇 这个电影里面讲得无常很好的讲得如幻如梦都很好的 也有很多佛教徒都是这样说的 但这些人我是这样想的 可能表面上有某一个地方也许说一点 但实际上超过佛法超过我们的一些空性道理的话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看了一些书以后就知道了 已经知道了 今生当中稍微有一点 只不过表达方式是吻合一点而已的 更不用说我们修空性的功德能不能得到的 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佛教徒不要迷惑 不要自欺欺人甚至世间的任何一个理论超过佛说 这说明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入佛教的空性意义 自己没有进入佛教的甚深意义的话 你表面上看到一些世间的一些简单的 为人出世也好或者世间的一个简单的慈悲理念 你觉得 啊 这个都已经超越了佛法 会这样想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小孩子 他根本不愿意读书但是他很喜欢看动画片 而他认为这个动画片远远超过其他书上的知识 每天都是看着这样的话那这是一种舞蹈 这是一种企图 佛教徒当中现在也有这样的 以前我们讲一些如教的有些道理的时候 有些佛教徒自己对大乘佛教的意义也不懂 空性法门的意义也不懂的时候就认为 这是世间当中最殊胜的 说明自己没有真正地了解空性的功德和意义 再加上对来世的六道轮回当中的 比如说听了空性法门的功德或者我们去思维它的话 在我们相续当中得到多少的资粮啊 这方面恐怕是没有思维的因此以后不要有一些世间的书 跟佛语或者跟高僧大德的这些成就者的金刚语相提并论 如果这样的话自己的相续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有问题的那么自己有问题也是不要误导很多人 不要让很多人也是带着你看这本书啊 你远远超过了薄弱空性的法我根本不相信 不但是我不相信我想世间当中真正对空性法门有所证悟的人 都不会认可的所以现在世间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自己 被已经世间的乍链所覆盖的根本不了解 还认为自以为是自己的思维是前正万确的 这样做法是不对的有些人可能以自己的智慧各方面的原因 实在是你空性的意义不懂的话 那你每天念一些金刚经 心经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你只是这样念诵的话 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你念的过程当中也要想一想 这些也而彼此生读不到舍不易空空彼此 这种道理真的很殊胜的我以前看过一个佛藏品里面说 我们心经最后的咒语 这个咒语实际上是般若世诵的 如果般若世诵实在是不能念的话那么你念这个咒语 也是功德基本上相当的也有这样的佛藏品的教言 所以我想我们不信佛教的即使信了佛教的 但是没有深入佛教义的人还是很危险的 根本不能真实地去修学这些方面应该注意 只要我们去思维我想很多道理也可以了得 可以了得下面就是传讲圣法传讲般若的功德 菩萨前举举之皆是罗汉独觉守护皆 谁说举生般若法三妙十皆不可比 那么这里也是发了心的菩萨在千百万的大劫当中 就是以称职的信心来具有断除一切烦恼的阿罗汉 还有不但是断烦恼还有部分所知障也是断了的独觉 等等这样的圣者面前 圣者面前以世间当中的各种金银财宝为主的供品来 进行供养布施这个功德我想也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都知道供养阿罗汉 供养独觉一次的供养也是无法想象的 更何况百千万劫当中或者无数的时日当中 如果这么殊胜的供养对境进行供养 那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 或者有些人也是自己为了获得声闻阿罗汉的果位 而进行布施 上供下施 还有自己千百万劫当中受持清净的戒律 那这个功德也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大家都知道按照小乘的一些经论内容来看 自己从生起出离心三戒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以这样的发心受戒也好 做布施也好 还有做种种的善事那肯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跟还有另一个人的功德可以比较 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其他的一个大乘法行者 他在一日当中在一天的时间当中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然后对空性法门生起极大的信心以后 般若波罗蜜多的生生法门他就传讲给有缘的大乘佛制 那这个功德跟前面的功德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么说大乘法的功德远远超过前者 持戒和布施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有些人认为吃一些小乘的戒律 这一切佛法当中是最深的 当然吃小乘的戒律不管是出家戒律也好在家戒律也好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然后我们做布施 赞叹 还有供佛 这些有没有功德呢肯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跟大乘佛法的闻思相比较起来的话 那的确差别是太大了 因此很多道友把薄弱法门如果各方面因缘具足的时候 传给别人甚至里面的一个偈颂 如果在有缘的众生面前传授的话 它的功德和利益应该是无法演说的 因此我们希望经常把薄弱的法弘扬 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 既然你传讲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么下面听受也有如此的功德 只是在一些文字上不明显而已 实际上你听受的功德在其他的《大般若经》里面 也是讲得特别殊胜 因此有些人认为超山功德很大的 有些人认为功德功德大的 有些人认为自己相续当中持清净的戒律功德很大 但从功德方面讲 跟大乘佛法的交流和大乘佛法这样的闻思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而且说大乘佛法时时都是有千别万的护法神 也是天生保护着你 还有避免一些恨死 我记得在《大般若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功德 就是 哋哉处逐读读讲授 甚深般若般若看苺 当和无量功德利益 所以我们如果时时传讲这个般若法门 时时验说度诵般若法门的话 那么确实在相续当中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些功德如果能了知前世后世的人 他肯定觉得般若法门是最殊胜的 可是你如果不相信不但自己不相信 还甚至可能别人修这个法也会诋毁的 我听说极个别人在下面的一些居士团体当中 告诉自己的弟子们说是宝若法门也好 还有五部大论学习没有必要的 然后修加行更没有必要的 你们需要甚深的密法和大圆满的话 我来可以传授很多道友就认为 啊 这个上师真的是最慈悲的 就是什么闻思都是不用 什么加行都是不用 那这样直接给我们传法的话 那最简单的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些人不用经过很多修加行 闻思 这个观 直接听受 当然作为一些人你如果真的有能力传授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我想这些人的说法 就是说是般若法门为主的像中观这些都不用闻思的话 我是真的即使一些不信佛教的那些人要求让我说不要闻思的话 不敢说你们刚才知道传讲听受的功德是什么样的 一刹那间思维的功德是什么样的 然后在弟子面前让他们不要思维空性意义 不要传授 不要听 辅导 不要闻思的话 那这个话是不是特别可怕啊 确实也是很可怕的可是有些人认为 啊 这是一个很殊胜的教言 所以这样的话有些可能大圆满的法 他没有经过任何前面的一些程序直接给你得了 但是这个声音得了不一定是相续当中 真正一一是得到的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我们像尼玛巴的话 大圆满是尼玛巴传下来的 尼玛巴不管是五个光尊哉也好 穆彭仁波切也好 全自容顺般知的 以及所有的一百零八个佛藏大师 他们都特别重视我们人生难得 寿命无常 为主的所有的加行 像《五光尊者的一些教言》里面看 闻思不究竟的 中观不究竟的人 看大圆满也实际上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现在世间人有些人所谓的得密法 可能是上师随随便便给你传 上师比较大胆一点的话什么要求都是不用 直接给你最深的法再耳边念一遍 但是你相续当中真正得不得到遗传的法意 如果像莲花生大师那样特别大成就者 他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敢说是没有 人的相续谁也不知道 有些人确实是有他有不共的一些殊胜价值 但有些人恐怕不要说是弟子 连自己相续当中的大圆满坚修行过的境界 有没有啊值得怀疑真的 不一定是你名声很大所以你修行很好 不一定是你因为有很多的财富 所以你相续当中真的有大圆满的境界 也不一定你的弟子很多所以相续当中有大圆满的自然本质 也不一定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在闻思的基础上 修任何一个法式应该说是比较保险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 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另一个人向自己更好的一些宣传 更好的一些广告来吸引人 但很多吸引人的一些事情 也许可能我也做一些别人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来想 我们这个佛法并不是打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广告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我们佛教切切实实一个人的相续改变 这个佛法让他的生命有所变化 精神也好 来世也好一定要获得一种利益 就像我们般若法门的思维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你去思维空性意义的话 那肯定今生来世都是有无量的利益 因此在这些方面我希望很多道友还是要打开自己的思维 应该观察同时我们这里很多人 就是薄热的辅导 薄热的讨论 演讲这些都是不要舍弃 你一天当中如果一次两次参加薄热的讲考 编考 那这个功德不是我们心里面所想象的 世间当中任何一个辩论 研讨这些有没有功德呢 没有功德 世间的这些书你看了以后就是看了这么一回事 就没有所以我有时候也是爱看书 但是我这些书都并没有把它看成大乘佛法的内容那样来吸引人 没有这样来对待 所以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不要把薄热法门跟世间一般的美国凡夫人写的书 或者是德国的一个凡夫人写的或者是中国的一个教授写的 这本书太好了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本尊一模一样的 我天天睡的时候都不能离开它太好了 里面说的太绝了 我说 怎么太绝了里面说的一切都要包容 真的包容啊 包容的话什么烦恼都是没有的对我的书意太大了 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包容也好 不包容也好可能没有什么的 但乃至生生世世的功德觉得很重要的 可是现在真的佛教没有深入人心的很多人 被暂时的一些世间的各种现象已经诱合着 我们这里面很多出家人和在家居士 以后肯定会堕入这样的邪道我是比较担心的 真的我看有些人的表情对世间法太有信心了 下面第三个如顶厚德修行的功德 菩萨修行身薄弱 七顶宣说无然法 离生回向菩提音三十五当毕山 三十见五当毕山 他这里说 莫莫菩萨先入于波罗波罗蜜多空性的境界当中 入于这样的顶 当然你入顶的时候 显空无二的 利息的境界当中入顶 让你出顶以后你在入顶当中所得到的境界 与它相应的道理叫做无然法 这样的无然法宣说给别人 或者说这个无然法另一种意思就是说 我们入于这样空性的境 出顶以后 符合自己入顶的境界 同时不要被世间的密文理养 世间八法来相续说然然而传讲佛法 佛法什么呢 指的是空性的意义 如果传讲给别人并且所得到的善根 就是回向给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让他们获得无上圆满的佛果 这个功德是什么样呢 在我们整个世间当中叫三界 地上 地下 天上也就是说色界 无色界 欲界 在整个三界当中根本没有比得上它的一个善根 这个很简单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观修空性法 方便的时候多念一些空性的咒语也好 经典 有些道友已经十几年以来每天都是念金刚经 每天都很随喜的这个功德真的不可思议 有些虽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但是念心经的时间应该是有的 心经几分钟都已经念完了应该有的 只不过是人的一个精进的关系 有些不精进的话再简单的经和咒语 他可能不会念的所以这种善念在这个三界当中比不上 我们表面上什么一个世俗的善根也好 其他的善根根根本没有办法比的 因为我们如意这样的定 然后出定以后 将自己的境界告诉别人这个可以告诉的 有些人很害怕有一个人跟我讲 就是说别人说让我服务道但是我现在特别害怕 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我讲错了 我如果讲错的话那这个过失是太严重了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有时候可能会讲错的也有的 但是你发心没有错然后自己很认真地讲的话 这个过失不严重的不是故意讲错的 如果你故意讲错肯定有过失但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道友讲自己对空性的闻思以后 有一些境界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以后可以告诉别人 我们世间当中有这么多的不知道空性可怜的人 那么这些人如果对空性有一点点的认识 那即生当中也不会那么苦恼的 乃至生生世世在他的相续当中 真的能种下 摧毁轮回善根的种子 好像在《涅槃经》吧《涅槃经》里面说是 一切菩萨常常行修善意休息空性相果 以空骨悉所博之而尽得知 大概有这么一个教证意思就是说 一切菩萨长期地欢喜修行空性相 那么因为修空性相的缘故 昔日前所未知的一些道理 那么今生才知道的 比如说以前不知道是我不存在 那么通过修空性以后就知道是我不存在的 以前不知道一切万法是空性的 通过现在的修行以后如今已经知道了 万法都是空性的在生意当中是了不可得的 世俗当中却是如幻如梦的 这些都是一种新的人识 依靠经受来产生新的力量 所以这些功德应该说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自己稍微有所境界的时候 不被世间八法索然的前提下应该给大家传法 一般的一个大乘佛子自相续证悟了一些空性的时候 他肯定是待不住的他一定会把自己的这种境界传给人 原来有一个人也是听中观 后来说我现在真的 这个当时好像我们讲《入中论》吧 讲《入中论》到了第六品 这个四种观察还没有讲完 后来他听了一部分以后我一定要回去 他说我前面的这些道理太好了 我的好多朋友一定要认识我一定要 我说不要紧你现在第六品听完了以后 中观听完了以后再下去 不行不行 前面的道理太好了 我一定要先去给他们传讲 所以我们自己有一种空性的感觉的时候 一定要想出去宣讲 原来我们讲四百论的时候也有一个 然后他说这个道理太好了 这个倒好像四百论讲完了以后下去 因为来的时间也很短的 我说 暂时不要吧你出家的时间也很短 不行不行 这些空性的意义太好了 我的好多朋友他们都特别执着 世间八法我一定要给他们讲一点 后来他下去的时候不但他们不欢迎他 没有讲诚也不欢迎他 他先可能准备请客让他们吃饭 他请客让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以后给他们约个时间传讲 结果也没有成功 也有这样的但是这个空性法真的有时候 我们即使别人生起邪见也有很大的利益 以前《杂皮语经》是吧 有一个公案记得文殊菩萨在因地的时候 他当时是凡夫人凡夫人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西根菩萨 还欢喜得喜吧西根菩萨他是一个大乘佛士 在很多地方宣讲大乘波罗空性的意义 然后当时文殊菩萨学 他因地的那个名字不知道是什么 小乘法门的他天天也很精进地 这个心十二妥妥心一直很精进 但后来听说西根在那里传授大乘法 文殊菩萨随便去听了一下 去听的时候他没有生起真实的信心 这里面已经讲烦恼 一切贪嗔痴的本体 是菩提 涅槃 法相的本体无力无实等等 这样一讲他就没办法接受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他就到西根的弟子那儿去了 西根弟子那里去的时候他说西根讲得不太合理 因为他一说贪嗔痴这些烦恼 全部的实相本来清净空性这个是根本不合理的 后来西根弟子他也是讲空性法门的 然后给他传讲但他不但不接受 后来有点生嗔恨心 然后生嗔恨心的时候那个弟子给他讲了 一个七十颂空性的赞叹文吧 他每一个颂词给他讲的时候 他嗔恨心更严重了 他把七十个颂 是不是七十空性论 七十个颂每一次给他讲一次的时候 他受不了了他的嗔恨心越来越严重 最后到了七十颂全部讲完的时候 他就生起很大的邪见 在那个时候大地裂开他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里面他感受了无量无边的痛苦 后来获得解脱而得人身 得人身的时候他听到空性的法语的时候 因为以前听空性的原因然后他就很容易接受 后来他也说过他说不信妙法 弃罪忠义 没有深信妙法的话他的罪业是非常严重的 后来因为他以前听过空性的原因成了解空第一 所以我们看看文殊菩萨现在是智慧第一的大菩萨 以前因地的时候还是跟一般人一样 对空性的法门胜过邪见 但是听闻空性和不听闻空性比较起来的话 那听闻空性好 即使生邪见也是要传讲有功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已经讲了在整个善界当中没有更大的善法 这些金刚语我希望我们很多道友应该记在自己的心里面 这是佛语 什么彭仁波切的解释 自己要不要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观一些空性的意义 我们以前依靠上师如意宝和一些善知识们的引导吧 现在应该相续当中是根深帝国 这个空性意义所修的法门当中是最重要的 大乘的利他的心所修法门当中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很多人说花言巧语说这本书很好 这个如何如何的话呢 我想如果符合空性和符合利他的教义我们愿意接受 那除此之外恐怕只是暂时参考参考可以啊 就是看看一些你说哪一个广盘这里面讲得太好了 全部讲得起功的话我看一看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我也不会把它看成最究竟的妙牙来对待 这本书也是给我推荐那本书给我推荐的话 我翻一翻可以看怎么样 是这样的好好好 谢谢 下面就是讲第四个问题 思如是福德也如幻之功德 那么刚才讲的传见也好 思维也好 还有厚德修行的功德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功德也要观成如幻如梦 不能太执著为实有从来没有听过空性法门的世间人一样 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了知此福不识空虚无不证无识之 如是行持佛之心心是应是无量佛 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讲了在薄弱的思维也好 传见也好 还有修行 虽然在名言当中又不可顾念和不可言说的功德 利益功德非常大 但是在生意当中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永远都是一个石油的法 永远都是一个石油的法他的自信通过薄弱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是了不得的他这里说这些福德和这样的功德 第一个是不识不识的话也就是说 他的自相根本没有石油的东西 自相是没有石油的空性 空性的话他的本体也可以说是像如幻如梦一样的 是形象虚幻的 虚无也就是说无有所缘 无有相状 不识无识者不识是依靠缘起而生生的不是真实的 然后无识者愿离一切缘去吧 如是行持佛之心 如果你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如幻如梦 全部都是无有石油的本体 如是而行持的话 那么你能真正行持佛智慧的心境 这样的行持时时都是带来了无量无边的 无有本质的 也是如魂如梦的 这样的一种福德 功德自然而然会得到的 因此 佛陀在《中般若经》里面也是说了 诸法如梦如幻 诸善根也如梦如幻而作回向 诸法如梦如幻 诸善根也如梦如幻而作回向 这个也很重要 我们没有学过般若的人 自己有什么样的功德都是一直把它当作石油的 这样也是不行的 轮回也是如幻如梦的 涅槃也是如幻如梦的 我们一切世间全部都是恍恍惚惚的 包括极乐世界也可以成为如幻如梦的 从来没有学过空心的人可能不接受 啊 阿弥陀佛如幻如梦啊 不行啊 阿弥陀佛是石油的 南无阿弥陀佛 可能很多人这样想的可以这么说 地狱也是如幻如幻的这个一定要 不然你执着一个石油的话肯定不行的 好像在《大宝积经》里面吧有一个愿辞 这个愿辞是很好的怎么讲的呢 说是 我等常愿得如佛 我等常愿得如佛 见一切法亦如幻 意思就是说我们但愿长期地得到 像佛陀那样如梦如幻的境界 见到一切法像如梦如幻一样没有石油的本质 什么还有我等行持佛心境是吧佛境界吧 愿得成佛无有益 用这么一个结文你们方便的时候也经常读诵这些金刚语吧 读读这些金刚语虽然现在我们是凡夫的境界 但我们经常欺缘得到像佛一样的境界 能见到一切万法无有实质的 不真实 虚无飘飘 欢欢呼呼 无有真实的 这样的境界在这个同时我们行持善法 照样也是利益众生 这不是口头上说的 实际上整个世界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世界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们自己一点境界都是没有 光是口头上这样说的话也是不合理的 以前藏地有一个驾驭呼啸的故事吧 自己心里面没有观想然后口头上有一些 给别人的一种欺骗吧也不算欺骗有一个上师呢 他在灌顶的时候人比较多里面有一个妇女 她对上师起信心当天准备供养一个好像一瓶酸奶吧 一瓶酸奶她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上师看了人比较多的本来灌顶的时候 灌顶的宝瓶应该放在每一个头上给她进行加持 然后让她每一个人喝后来上师有点偷懒觉得人太多了 有点累了 然后在灌顶场合当中给大家说我现在灌顶的仪器给大家摇一摇 然后你们每个人想一想已经我获得了就可以了 不用我亲自下来你们只要观想的话一模一样地得到功德 然后上师做这样灌顶给大家摇一摇大家都可能这样观想 但这样观想的时候刚才另一个妇女她平时积累资粮 善根比较丰富 然后佛的加持力和她自己的信心力吧 当时依靠她灌顶的这种词语她已经证悟了 证悟了以后她已经获得圣者的果位 她用她自己的他心通来观察 其实刚才她的上师完全是一种偷懒不是真正有这种境界 在这个时候他们灌顶马上结束的时候 那些弟子们纷纷地向上师一个一个地供养 他供养的时候上师很开心的样的一个一个地亲自接受 因为她灌顶的时候没有觉得人太多了没有一个一个地 然后供养的时候一个一个地接受 一个一个地接受的时候那一个妇女本来她准备供养那个酸奶 然后她到了上师面前的时候给上师重复一遍 她刚才这里面有非常好的酸奶但是你就可以观想一下 我摇一摇 然后在上师面前把那个酸奶摇一摇 他就带回去了上师很想喝 但是后来上师也不好意思 确实是自己灌顶的时候也没有真实去 灌顶的时候有观想能力那现在接受酸奶的观想能力 应该是有的所以后来她也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福德也好还有世间的善根 要观想为如幻如梦的有些境界到位的时候一切都可以 但是没有到位的话光口头说 也不一定是世间当中真实现前 下面就是说 断除果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生意当中福德果无增无奸 无得果成佛不合理之果患要断除这个果患 然后第二个断除世俗当中也不该获得成佛之果患 要断除世俗的辩论和生意的辩论 有些人说生意当中不增不见是不合理的 我们要断除这个果患 有些人说是名言当中成佛是不合理的 要断除这种果患首先是生意的辩论分两个方面 生意当中无增无奸 然后生意当中虽然没有 但世俗当中是可以成佛合理的 首先第一个 师父略广想尽所持一切法为所义 举止哪有他多戒 众所发戒无增密 那么这里就是说佛陀在娑婆世界当中 不同的众生面前都宣说了特别多的法 有些众生面前宣说生意比较坚约的法 就像小薄弱那样的法门 有些众生面前比较广说的就像中薄弱那样的法门 有些众生面前已经宣说了特别广大的 像广薄弱之类的无量无边这样的深光法门 就是深光法门尽管佛陀在不同众生根机面前 宣说了八万世间为主的种种的法门 但是这些法门如果我们从生意当中进行观察来分析 在这个时候所劝的意义也是不可得到的 能劝的这些词句 经论全部也是无可言说的 就是一点本质和它的实质也是没有的 但是这些宣说全部都只能建立在明言当中 这一点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 为什么佛陀有些经里面说是不可思议 无法言说 有些经里面说是有所有言 有比喻 有意义 有坚修行过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矛盾呢不矛盾的 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从成佛的那一个日子开始 到最后涅槃的时日当中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的 只不过众生面前显现而已但这个显现不实在的 应该可以这样承认但是这样的法门没有学过 中观甚深教言的人很难刚开始很难接受 那么这些教言在千变万的无数戒当中 虽然所说的这些法门宣说无量无边的 但从他生意的本意上也好或者真实意的法性当中来讲 全部都是无增无间的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法 也就是说生意当中一切法皆为平等的 无有高下的 无有自他的 一切万法全部都是予以空性平等意味的 所以我们懂得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就像《心经》里面说不增不见 或者我们经常在一些大乘的《华严经》 所宣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刚开始为什么不可思议 如果不可思议的话 佛为什么在众生面前转了那么多的法门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但逐渐你自己应该通过修行以后才知道 哦 真正的思想了不可得的没办法演说的 有些是稍微你对密法也好 或者中观的空性法门有所境界的时候 你观察自己的心观察外面一切万法的本体 在那个时候你应该自然而然会了知的 这种了知的来源可能首先依靠祈祷上师 对空性和大乘法门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称职的信心 有了这样的信心和自己一些传承的加持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这种因缘聚合的时候 可能不用很多的费力吧 将自己的一些善根里集聚的时候应该认识心的本性 当你认识心的本性的时候那种本性可以以此类推 可以在整个万法当中一切法的思想 就像《中观四百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都是可以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所以我们刚开始讲这些法门的时候 佛教里面很多一些深奥的 很多一些玄妙的法业 但是你自己有很多的道理 比喻 或者其他的一些善知识的教言 那么可以慢慢慢慢会接受的 世间人经常对简单的一个法力都是不接受的 以前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 利波他当时一个叫长者 法师是吧 长者 禅师面前提出一些问题 他说你们佛教当中说须弥藏戒指 戒指就是拿须弥 有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须弥藏可以藏在一个小小的戒指里面 而小小的戒指也可以接了两大无边的须弥藏 那这种道理绝对说不过去的 那么小的戒指怎么会容了须弥藏啊 这不是骗人吗他当时这样问的 后来那个法师跟他一个善巧方便的语言来进行驳斥 他说别人说你也是毒破万卷兽的 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这样 他说 利波说那当然了是我 毒破万卷兽的人 那这样的话 毒万卷兽就是你藏在那里 他说 藏在这个脑袋里全部在这里 他说那你的头像是叶子那么大 在这个里面怎么能容了万卷兽啊 万卷兽怎么会容了你这个小小的头里面呢 可能是不是利波的头比较小 好 后来他就无法可说了 而且通过这种字典了误了很多知识 有些历史里面说他从此之后恍然大悟 但是他的无形怎么样呢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这种因缘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观察 世间人对空性法门也好 对大乘的无量广大的行为实在是不能接受 但不接受的时候我们另一种比喻来进行演说 尤其说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经常生意地和世俗地的观性分不来 生意当中是空性的世俗当中是显现的 很多人这两个混在一起这是很关键的 学过中观的人应该稍微好一点的 如果没有学过中观的话 即使他天天给别人传讲佛法 但心里面的疙瘩一直戒不开也有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的确是今生当中遇到这样的空性法门 我是这样觉得在座的很多道友应该是有福分的 我外面遇到了很多居士他们对薄热法门尤其是薄热色颂信心特别大 我想他们都有这种信心在即生当中对空性应该会有所认识的 其实我们要认识空性的话首先对空性法门要有信聚 要有欢喜心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欢喜心哎哟 今天也要听课啊 这个好累啊 不听的话多快乐啊 对世间法有欢喜这种意乐 对空性法门没有意乐的话那可能不会接受的 就不会接受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依靠它的加持在自己相续当中也会容易接受 就像世间的一个读书的人他愿意读书的话 他最后成绩会好的他一点都是没有兴趣的话 那父母怎么样劝足他最终也可能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对空性法门的功德应该大家要认识 认识以后自己理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修行 思维 读诵 如果实在无能为力的话 把空性法门的这些法本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经常做一点供养 祈祷 如果这些能力都没有的话 凡是觉得每一次法本放在头上 噢 这个是真正的如意宝 到哪里去都是带着法本的 我们学院里面的很多道友都是发愿 薄弱所诵是不离开身体到哪里去都是带着的 后来我在外面遇到过一些学院的人已经发过愿的 我说 你那个宝里面有没有薄弱 噢 我忘了 才想起来了 你发愿还没有两三个月现在都忘了那还可以 好 讲到这里 是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啊 我说 我说你对手的认识 要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完全要求那些人 意宝静地沿着 要是什么意思啊 对手的计划 要是什么意思啊 要是什么意思啊 对手的原本会 要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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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